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大家好 上一次跟大家讲到 当我们要与神建立关系的时候 我们要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个神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但只是这样似乎又不是足够 因为若是这样的时候 可能仍然停留在我们头脑上 很理性的一个知识层面 所以我们与神之间建立关系 也要有主观的情感的投入 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有用过不同的用词 形容人应该是怎样对着神的感情 例如如果你还记得 曾经有人去问耶稣 说在戒命当中 第一条最大的戒命是什么呢 其实那个人本身是不怀好意想去试探耶稣 不过耶稣没有理他背后的动机 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耶稣就是说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当然耶稣只不过引用旧约、生命记的说话 去回答问他的人 但是这个回答 其实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就是要爱神 和神建立一个爱的关系 并且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不是说将人分了不同的部分 或者有不同的方式去爱神 而是说尽了整个人去爱你的神 如果大家又记得 当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 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曾经记载到耶稣向着彼得显现 当然我们都知道彼得就是耶稣的大弟子 不过他三次不认主 三次不认耶稣 所以在那个段落里面 耶稣又三次去问彼得同一个问题 他问彼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在这里给彼得有一个很深切的反省 就是究竟他爱不爱耶稣呢 有个小插曲跟大家提一提 有些人去解决经文的时候 特别是就着希腊文那个爱字 在这里尝试做文章 但其实是没有那个必要的 因为在约翰去用到这个爱的字的时候 其实都有相当的弹性 有时就好像一个作家那样 喜欢用不同的用词来表达相近的意思 所以其实约翰在这里 无意用到不同的希腊文那个爱字 表达不同层次的爱 而是想借主这个机会 再一次耶稣借主这个机会 三次问彼得这个问题 你爱这些比我更深 来给得一个翻身的机会 可以去表明他真是爱耶稣 在这段经文里面 给我们看到当然那个爱 那个关系是很重要 不过其实呢 无论刚才说过 我们爱神 或者爱父神 或者说到彼得爱耶稣 都不是完全抽象的 因为在旧约那个生命记里面 其实说到爱神那个观念 和遵行神的戒命是分不开的 而就算耶稣在这里对着彼得说 当彼得答完之后 其实耶稣三次都说 你要喂养我的小羊 你牧养我的羊 就是说人去因为神的缘故 去做神的心意的事情 是和我们爱神 爱耶稣是不能够分割的 不过怎么也好 我们需要和神建立关系的时候 我们同样要留意着 就是我们要建立这个爱的关系 不是只是头脑上面一个的知识 而是我们在情感上面 我们都要投入 但也都不是只是情感上面的投入 我们的行动都要配合我们的情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